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周三 距离比赛还有三天 那今天我们呢 就开始所有的食物来源 都不能有盐分 而且要脱水 你们会看到我今天的鸡胸肉 全都是水煮鸡胸 而且没有任何酱料 现在是9点钟 我们先去做空腹有氧 第一波有氧结束 我们刚做完有氧运动 现在我们来吃第一餐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水煮鸡胸 然后我们的果仁 变成只有这么一点点 这是维他命 然后我还会喝苹果醋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断盐 然后多喝水 然后还要排水 脂肪从每天50克 变成25克 现在我们来吃第二餐 吃完这餐 我们就会去健身房练腿 那这是米饼 两片米饼 外加一些杏仁 然后这里是水煮鸡胸 很简单 如果想要去健身房练腿 吃完这腿 我们就会去健身房练腿 今天我们也可以去健身房练腿 今天我们叫做活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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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片米餅加一些果仁 我們剛剛下課現在來吃第四餐 這裡有一點胡蘿蔔 還有水煮雞胸 然後一點的果仁 現在快12點鐘 我們現在來吃最後一餐 第五餐 6盎司的雞胸 然後一些阿斯巴拉克 就是筍子 然後這裡有10粒杏仁 同時我們會喝蘋果醋 現在快1點鐘 我們現在洗澡 洗澡的時候我會用同樣的 我會用這個洗身體 為了上顏料的時候保養我的皮膚 我會泡一個Slim Soak 就是這個 它可以幫你去水腫 幫你消除皮膚裡面的皮膚底下的水分 一次就用400克就好了 差不多400克 這是一次用的量 真的有些水分 不然還有客人 還要算下一個 不是還要去水分 所以我可以做到 最後的一口水分 你可以去才能做 先馬上誘 我們先去洗澡 只要去水分 它很在 可以在水分 的消毒 你會用這個